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打算联合各方势力 整编出几支训练有素的魂师队伍 但是大部分自由魂师对团队合作并不了解 更别提议军队为单位作战 哪怕大师能构思出巧妙的作战策略 如何让魂师们幸福 学习并熟练仍是个大问题 而这正是我们所擅长的 没错 我们看中的 正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师资力量 有各位老师的教导 一定能训练出一批精兵强将 老师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帝国 好 既然陛下和大师都认可我们 我们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能以这种方式参与抗争 我们这般老葡萄也算没白火 前辈请了 在下唐三 呈海神九考至第五考 特来挑战 虽然小五现在灵魂与本体结合的总之线 有两个时辰 但前面几场战斗已经消耗了一半时间 后面还要面对实力最强和海龙动画 这一场战斗 一定要速战速决 第七环境 武魂真身 好多触手 哪里是海星 简直是海怪 他一定是通过之前的战斗 意识到了我们的强大 索性抢占先机 海星陡落也是控制吸魂石 而对付高等级控制吸魂石最好的方法 就是控制对控制 三个手你会还 吞石 触手上就吸盘 不仅牢牢吸附我的蓝银王 还能吞噬我的魂力 定西环境 蓝银之势 杀神突进 魂力在不断流逝 不能继续将是行券 第五魂纪 蓝银霸王枪 小子 趁机蓄力 没用 我所有的单体攻击中 唯有蓝银霸王枪 才是集中攻击于异点 也就是说 在攻击能量相当的情况下 他的威力最大 太好了 别高兴太早 第五魂纪 再生 他竟然还有再生能力 能再生 看再多触手都没用 不好 他触手上的粘液 还有麻痹效果 不能被枪势了 四楼万象 吞噬精神 四楼万象是蓝银领域 计划领域 作为先天领域 能给予武魂真实很大层次 逼逼看 谁的吞噬能力厉害 不愧是疯豪动 他那吞噬的米比我强 愚蠢啊唐三 难道你还没发现 越是全方位接触 我的吞噬能力发挥的越大 作为海神继承人 你着实让我失望 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吧 第九魂纪 引力 朝长逃落 这是哪里 身体好轻 四楼什么都没有 魂力要是死痛 快了十几倍 三哥被触手 吞进内部了 不好 海星斗罗第九魂纪的 强大引力 还能影响人的精神 令唐三无法察觉 自身状态的变化 如果一时不能打过束缚 唐三将永远出不来 是大家的声音 这里好似一座迷宫 完全看不到出口 只能试试看了 魂力不断流失 无法使用魂技 身体越来越虚弱 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我都必须出去 我都必须出去